嗨大家,我們現在時間是兩點 對,原本說好了早期又失敗 好啦,我們挑戰看看這六天午夜來青島 有沒有一天的早期 因為這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是 現在先吃飯 因為很餓 吃完飯之後呢 去啤酒博物館 就是今天重點這樣 好,然後現在要繼續找食物吃 因為吃到不知道吃什麼了 對 大家有沒有推薦就是除了海鮮跟水餃之外 在青島好吃的 大家後來我們決定吃 重慶菜,酸辣粉 乾鍋肥腸 覺得好吃 好,我們吃完飯了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沒有什麼大陸的 好吃的店 就是像這種食物就不太有 有的話我記得我吃過都不太好吃 所以珍惜這邊的食物 好,我們現在要去啤酒博物館了 大概40分鐘左右 吃什麼 味花 我剛剛 他破梗了啦 好吃嗎? 喜歡嗎? 哇 講嗎? 我已經不要講話了 講完言之 剛剛家兄沒票的時候 忘記帶也就是沒有在學生鎮 然後 不,我帶了 我帶到青島了 但是他沒有帶到生鎮 他買學生票30 我買全票60 我們要去廢州 拜拜 你家可以喝 你家可以喝純生一杯 0.2 生 原漿一杯 0.2 跟小食品一包 好 參觀完A館了 A館的話主要是講青島啤酒歷史 德國人當時來的時候帶起來的 然後後來日本人又繼續經營 然後到現在變成一個很大的特色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去參觀B館 講青島啤酒 好 美 为什么呢你来到我们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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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我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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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逛完啤酒博物馆的B館 非常推荐你们在现场直接来看 B館的话很主要的东西是介绍酒的制造 那不是说会送两杯酒跟一个小零食吗 这杯是原酿 原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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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唇参 我不知道差别是什么 但是都还蛮好喝的 我觉得啤酒博物馆它是一个 是把产业跟观光集合非常非常好一个地方 然后整体的规划都还蛮不错 就是很舒服很舒适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做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听说是网红饮料店叫阿水 大杯茶 好我们来到了阿水大杯茶 你喝的是什么 韩茜萌萌 觉得呢 它是冰沙 我喝的是霸气梅 就是茶加草莓 然后我必须要讲我非常非常希望 因为我是草莓控 然后我原本期望没吃到真的草莓 然后没有我就很难过 但是味道是很好喝的 因为我很难喝 非常不好喝 但是香透了我们的心 好我们刚刚逛完夜市 两条路店是对称的 我觉得很多海鲜都还蛮便宜的 但是很多人现在在乱走 因为我们两个都非常非常棒 然后现在就很快的决定 回去休息 就立一个小小会 看明天能不能早起 因为明天早上我们想去金沙滩 我们在一起 Peace Peace Hello 各位 我的声音 等一下 要去金沙滩 我们今天很成功的 早上起来了 我不要讲话 我声音有点 无法 现在已经吃了浑厚的嗓音了 然后 我高音的 他就这样子了 这是我们的双城公共80 基本上他要到每个大景点都有去 他去哪里买票 就这样 好的 好 我们现在在哪里 在 GOLDEN BEACH 哦 蛤 OK 嗨 我们在去金沙滩之前 现在有点饥饿 要来这边买东吃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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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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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们在 在哪里 进沙滩 然后呢 玩水 哈哈 哈哈 给大家看 可以玩水上摩托车 还有 这个球球 我也不知道什么 还可以追沙堡 还可以干嘛 我也不知道 反正很舒服 快点 去玩水 大家一起来玩水 要去海边了 拜拜 我们现在要来 吃原本要战桥这边 还有我们来吃海鲜 来青岛吃的最好的一餐 真的吗 真的吗 要是战贝 就是多彩的水条 然后这个就是好吃 海鲜 我觉得就是海鲜 其实就是新鲜的 不管怎么吃都好吃 可以在家吗 可以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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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饭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澳船中心 Check it out 嗨各位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澳帆中心 虽然它其实好像是一大片的地方 所以我不确定 我们来到了是不是 最正确的澳帆中心 不過根据我朋友讲 就是一条 长长的 靠海的 海鲜 所以应该是对的 你会看到就是 有超多 國旗 然后现在 五点半 五点半 然后就很美丽的夕阳 你看看眼镜里面 超美的 好啦我们看夕阳 好 就是这样 就是青岛真的很棒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了 好 好 Peace 我们快完八大关了 就是八大关其实它是一大坨的风景区 然后你可以走滨海啊 或者是往里面走 有一个很特别的欧陆式建筑 但是因为我们很晚去嘛 所以没有去到 我们现在呢又回到了中山路这一条 那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Peace 今天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天了 然后 现在差不多十二点 决定要来 昨天的北城路附近吃饭 吃完之后再去我们很喜欢的棧桥 我们俩都比较喜欢看海 所以好像这一棧桥出出海风 然后 就差不多结束我们 这一次青岛的旅程 感伤啦 就是希望这支影片你们会喜欢 这个假期 很棒 好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按订阅 我们两个 还有开启小铃铛什么的 留言 支持我 支持她 掰掰